请到十万贵财贷 五月是申报综合所得税的重要月份 各地国税局涌现人潮 尤其新北市的钟永和人口多 每年报税基增所都大排长龙 综合基增所主任马家俊透露 每天平均有近千位报税民众 如果想省时间建议能多使用 税额四算以及网络申报 因为我们现行申报的方式多样化 书面的二维条文码 还有网络的 甚至我们采集用税额四算 如果民众就要税额四算 那对于相关人类同意 你只要打个电话来做一个切人 或在网站上做一个切人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有采用自然的评证或健保卡 你可以自行上网 为了消化人潮 钟永和基增所也加派人力 现场更有德民财经科大 这里科大共22名学生帮忙服务 三楼采取一站式服务 民众只需抽一次号码牌 报税一次到位 不过还是有民众觉得人手不足 光是排队就排了快两个小时 太少了让人家等得太久了 因为它原先的地方就人力比较多 所以这边比较少 这较方便停车 我以前都用自然人评证 因为这回我比较学习 所以我早来就请教兴 现行我们分了两个区块 第一个我们在三楼做一站式服务 你知道带席带身份证或健保卡 或自然人评证 你就可以一步到位 那如果你只是说 我想取得一个所得税相关的资料 回去自行检验 那你可以到四楼 那抽取号码牌 我们就可以查掉相关的所得资料 中和计证所也因应五月报税季 特别设置临时机车停车阁 方便民众前往时能多加利用 也要提醒乡亲朋友 计证所在去年底 已经搬到中和安邦街18号 千万别跑到旧址 以免扑空 我们国税局为了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 在去年12月 也搬到一个新的办公室 那新的办公室位置在 中和安邦街18号 那再次呼吁各位民众 希望各位不要跑错地点 那我们这里有舒适一个环境 希望各位一致来 能够到位 能够把一个事情来处理 中所在申报案件能够处理好 新道楼空间大 提供民众更便民的服务 如果有自然人凭证 健保卡可以在家使用网路申报 不用到现场人寄人 免抽号码免等待 若是到现场办理 也要提醒民众相关文件带妥 不要多走远网路 中文在新闻赵氏院陈佳云中 可报导 饭炎